诡异的对话 走失的少女 妈妈 你爱一个吗 鸭子河畔悄无声息的惨案 这一切究竟如何关联 陶紫丁 你就为一个月子还有个钱吗 平安三六五 即将播出 家住四川省广汉市的李大姐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小琴 刚满十五岁 2013年12月的一个寻常周日的下午 小琴拿了几块钱离开了家 李大姐以为女儿是像往常一样 到村口去买麻辣烫 谁知 直到天黑 李大姐都没有等到女儿回家 然后我就打电话 就一直就打不通 打电话我就还是发信息 我以为她是在电话 早上她出了电话 整整一晚 李大姐都没有打通女儿的电话 小琴离家时并没有带过多的钱财 十五岁的女儿究竟能去哪里 李大姐急得一宿没睡 第二天一早 正当李大姐准备出门寻找女儿时 她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 妈妈 你爱我吗 这条短信是女儿小琴的手机发来的 短信中流露出的亲密 让李大姐觉得很是惊讶 小琴已经到了胖女的年纪 在最近的几年中 母女俩几乎没有坐下来认真聊过天 李大姐一直觉得 女儿很排斥和自己沟通 更不要说这种亲密的表达 尽管李大姐觉得有点奇怪 但终于盼到了女儿的消息 她没有多想连忙回复了短信 很快 小琴又发了一条短信 收到女儿的短信 李大姐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可是小琴的第三条短信 让她觉得事情有些奇调 哦 要是我被绑架了 那能怎么办 我说的 那我就直接报警了 然后她就有个法官 她说的 你报警 你就和她用别吧 李大姐越想越不对劲 她再一次尝试 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短信的内容 让李大姐放下个心 再次悬了起来 她连忙来到公安局报了警 而这一路上 李大姐的手机又收到了多条 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 谁会和一名年仅15岁的女孩 结下仇恨 四川神光汉市的民警 立即展开调查 这个女孩 他们家里面是经济状况 她生活也比较困的 针对这种女孩 她们家里面是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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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村民说 小琴失踪的当天下午 有人看到她 搭上了去往广汉的公交车 李大姐一家住在广汉附近的一个不到的镇子里 小琴出世在家 已有一年 在广汉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戚 那么小琴去广汉做什么呢 李大姐说 女儿平时还算听话 唯一的爱好 就是上网聊天 通过这个翻译 我们当时就马上就 改变事为人为 可不可能这种鱼子 使其他接网友 民警们立即调取了小琴最近的聊天记录 发现在小琴失踪前 她和一个叫小樱桃的网友约定 在汽车站附近见面 民警立即来到汽车站 了解情况 当时时机还有点影响 翻译所谓是 从于是当时在东门车站下车的时候 是和一个 当时是有小伙子 一起走 但是离开车站之后 两人的具象便无人知晓 要找到小琴 尽快联系到这个小伙子 至关重要 我们这边李一族人 要深入调查 翻译出 比如说小樱桃一个 就是本级的行程 结果实际翻译这个 就是节奏力量 请留小伙子一个提马特征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很快 民警就确认了 这个小伙子的身份 小樱桃 名叫王平 男 今年23岁 在广汉市某机械加工厂工作 2013年12月2日 民警对王平工作的工厂 进行了搜查 当时 翻译里面 只有接奏品一个人 没发现这种遇害 当时有接奏物询问者 当时接奏品是 保证是结果中遇害 尽管王平否认见过小秦 但很快 民警就在王平的房间里 发现了小秦的手机 接奏品看 我们收查了小秦之后 然后就 如何抵赖 他当时有故事 所以是人已经被他杀害了 尸体埋到货里面去了 2013年12月3日 小秦失踪第三天 广汉市公安局的民警 根据王平的供述 对压着河的河滩 进行了挖掘 发医经过尸检得出结论 小秦耳鼻触有大量血迹 生前遭到过暴力殴打 但小秦的真正死因 却是被核杀 掩埋窒息之死 这个说明 就是在被嫌疑人掩埋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病了 有死亡的 相对就是我们所说的 活埋之事 黎大姐怎么也没有想到 再与女儿相见 却已是阴阳两隔 大姐想做书的时候 每天回来 把妆做了 就帮了你整菜啊 整这样那样 多听话 小秦为什么会死在这个离家七公里外的河边 在挖掘现场 王平的一句话 让警方觉得疑点重重 王平甚至连小秦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15岁的小秦相貌普通 身上也没有过多钱财 看上去一脸稚气的王平为什么 要将这个并不熟悉的女孩 残忍豁埋 她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这个听上去匪夷所思的理由 真的是导致小秦遇害的动机吗 这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古怪的女孩 怎样的行为 唤起藏于心中的恶魔 匪夷所思的理由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平安365正在播出 王平是四川滋养人 十岁那年 父母双双去世 王平被广汉乡下的一个远房亲戚收养 一个他曾经喊作婶婶的女子 成了他的母亲 年幼的王平觉得 自己终于找到了依靠 但在村里的很多人看来 这个孩子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个邻居们口中的怪人 正是王平的养母张红 他的古怪脾气 让乡里邻居对王平一家 都敬而远之 而王平却无法像邻居那样 对养母避而不见 所以是一天 为什么老王回的 一天三个一天三个一天 早就不在家吃 所以他就一直看不吃 因为我三个妹 这时候我笑 他就会当我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笑 渐渐的 这个曾让王平满怀期待的新家 成了他难以逃脱的牢笼 他尝试倾诉 但周围没有人能理解他 帮助他摆脱困境 这些无处宣泄的情绪 让王平的心理 渐渐发生了扭曲 他有时候会一个人 在那个拿石头 拿石块去砸另一个石块 直到他把那个石块砸得粉碎 他平时如果没有人倾诉的话 他一个人的那种情绪的宣泄 就是一种相对来暴力的这种行为 施加在另一个物体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平在网络上认识了小秦 聊了几句之后 王平觉得自己和这个女孩有一些相似 我问他是你爸爸的感觉 还是你妈妈的感觉 他都不 虽然我也说 我感觉困 就是也许他困 会跟我困 一回一个地点 哪个 恐怖的机会吗 2013年12月1日 一个寻常的周日 王平决定 见见这个也许是知音的网友 从汽车站出来后 两个人就沿着鸭子河的河堤散步 也就是这个时候 王平察觉到了这个女孩的古怪 王平本是想找个人 倾诉自己的苦闷 没想到小秦不仅不和她说话 还用这样一种怪异的方式 来回应她 这让王平觉得很是恼怒 但是这个15岁的女孩 为什么对王平不理不睬 李大姐说 女儿患有中耳眼 但并不是完全听不到 既然听得到 她又为什么 要选择这样一个古怪的方式 来回应王平呢 也许 我们从她曾经的经历中 可以找到些蛛丝马迹 15岁的小秦 十分渴望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和认可 可是发胖的身体 让她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 一直不见气色的学习长绩 也让她渐渐丧失了信心 最终小秦选择了退学 退学后 小秦除了在家里的茶馆里帮忙 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网络上 我根本都不晓得 你这一天忙到初天 我也想维持着家庭 他从上网接触朋友 你这一打的 根本都不晓得是什么 都不晓得她的内心 究竟是 咋个戏 你都不晓得 十五岁 已经到了叛逆的年纪 小秦有很多话 并不想和父母沟通 而在网络中 小秦的缺点 被完美地隐藏了起来 这个自卑的女孩 终于找到了寄托 2013年12月1日 小秦答应了相识不久的网友 王平的见面要求 他一开始都以为 他只是不好意思 是不是很羞 我给他什么意思 我想他应该会陪我说话 哪陪你说话 没有 他没有陪我说话 我一直问他 他一直说 我记得后 有没有 然后 有没有打他 打疯了 打疯了 从打到开始就停不下了 一直打到 打到我手都抹了 王平的身高在1米65左右 小秦也有1米6 两个人的身高并不悬殊 事发时 正是晚上7点左右 在距离河滩不远的河滴上 有很多人在散步 如果小秦当时大声呼喊 也许可以引起路人的注意 但是在王平整个施暴的过程中 小秦为什么选择了默默承受 对于小秦来说 和家人之间唯一的交流 就是和驰和打骂 他不敢向家长敞开心扉 15岁的小秦终于在网络中获得了关注 这种缺失已久的满足感 让他轻信了网络上的陌生人 并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危险 但是面对危险时 我们表现出的性格特征 往往决定着我们是否被伤害 2014年8月 重庆一名20岁的大学生高瑜 叫好了车 准备从重庆同样的家中 到毕山的同学家玩 却阴差阳错搭错的车 从此音讯全无 直到10天后 公安人员才在毕山一个偏僻的山区里 找到了已经遇害的高瑜 民警于2014年8月19日上午 在云南省德宏州将犯罪嫌疑人普某抓获 据普某交代 当天他驾车搭乘高瑜 途中发生争执 普某一怒之下将高瑜杀害后潜逃 2013年8月14日 20岁的女大学生王某 搭乘三轮车去亲戚家探亲 三轮车司机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遭到反抗 王某的反抗激怒了三轮车司机 最终王某被残忍上海 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轻的女孩 因为比较柔弱又比较单纯 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下手的目标 平时一定要注意一些危险的地方 比如不要跟陌生人走 即便是看上去孱弱的小孩 老人和孕妇 天黑回家尽量不要走楼梯 搭乘电梯也要尽量靠近有按钮的门边 夜晚出门尽量找人陪同 独自在家时不要轻易开门 不坐黑车 不与不认识的人一起拼车 如果一旦遇到了坏人 要记下对方的体貌特征 随机应变与之周旋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避免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环境中 让自己远离危险才是最好的方法 这是2014年6月27日中午 发生在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 以农田里的一幕 一辆农用车倒扣在田地里 驾驶室已经严重变形 司机被困车下动弹不动 为了尽快救出被困司机 消防队员们使用起重机 将农用车固定住 同时在底部利用起重器垫 将车辆领起扩大救援空间 20分钟后 被困司机终于脱困 被送往医院救治 消防队员了解到 此次事故是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导致的 平安365提醒大家 在疲劳状态下 器物开车 禁防意外的发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